宜蘭地監署指出 本件被告在民國99年3月1日到103年12月24日 担任宜蘭縣議員期間 以每個月4萬元聘用其長女為公費助理 不過她的女兒在102年5月發生車禍 被告明知她女兒因為車禍、腦部以及言語功能嚴重受創 沒有辦法實際從事議員助理工作 竟仍向宜蘭縣議會查領助理費 新台幣873065元 經過檢察官詢問之後 認為被告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 第一項第二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領財務罪犯罪嫌疑重大 唯武積壓之必要裁定以20萬元交保 被告病院自動繳回不法犯罪所得873065元 藝人新聞記者賴福欣采訪報導 Tdiber seal 你看我 有沒有對這大吉環